大家好,我是杨光 今天我们来做黑松露烤鸡的简化版 还有配菜,风抽土豆 上次的烤鸡用了湿式腌制 悬挂风干,旋转烧烤的技法 今天我们一概不用 还没有看上期视频的同学 可以点屏幕下方的传送门 千万不要错过 这次选的是一只法国红标鸡 首先处理鸡肉,去掉绑线 拔掉一些剩下的筋毛 掏出肚子里的肥油 再去掉鸡索骨 下一步是腌制 我们选择干湿腌制的方式 更节省空间和原料 也是我平时最常用的腌法 在鸡的内藤中撒盐 调整角度,让盐可以更均匀地覆盖 再抹一些黑胡椒 所有的外皮也均匀撒盐 不要选择太粗的颗粒 否则不利于快速溶解 盐的量不是很适合用重量描述 从视觉上看,这样就差不多了 用手把胸部的皮和肉分开 用硅胶铲伸到底 这只鸡的皮很薄 注意不要撑破 然后开始填松露效 做法和上漆是一样的 整形到平滑 然后捆绑定型 那么我们如何来实现风干的效果呢 首先在盘子上垫一个网架 把鸡肉架起来 让空气可以围绕整只鸡流动 放入冰箱 温度控制在0到3度 一个像这样的小冰箱最合适 可以避免和其他食物交叉污染 那么如何促进冰箱内的空气流动呢 答案是USB充电风扇 这个风扇的功率比手持型的强劲很多 而且可以无限运行24小时 可以最接近的模拟自然风的效果 干湿腌制的时间需要24到72小时 在烤鸡之前 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来准备配菜 鸡汤是厨房中的法宝 也是烤鸡酱汁的基础 两个去掉鸡尾的鸡架 大约6只鸡爪 10只鸡翅 全部洗净放入锅中 鸡爪和鸡翅都是为了更多的胶质 一小百百里香 一个洋葱 对半切开 水加满 烧开 撇沫 然后小火煮6小时 过滤到一个可密封的容器中 就可以冷藏备用了 酱汁在上一集中讲过 这里不再赘述 风车土豆本质上其实是油风土豆 所以要先准备鸡油 鸡肥肉一公斤 改刀成小块 清水漂洗几次 放到锅中 开中小火和水熬猪油的道理一样 首先会获得不透明的油水混合物 随着水分的蒸发 声音也发生变化 加入姜片和葱段 一直熬到鸡肥肉缩小 鸡油完全透明 香味非常浓郁的时候 就可以过滤了 风车土豆是一道完全形式主义的菜 挑选接近椭球型的土豆 去皮之后 先大致整形 再八等分 每一条内侧和外侧都要修成弧形 再进一步修整边缘 最终每一片都像月牙的形状 外侧要光滑 内侧也要修成弧形 用一把锋利的小刀来整形 只能凭感觉来 只要心中有月牙 工具都不是问题 边缘再用刮皮刀斜切 烹饪中不易烤焦 在三维键膜软件中 这个操作叫做Bevel 土豆切好之后 用厨房纸吸干水分 马放整齐 撒盐 黑胡椒 放香叶 百里香 加入一头大蒜 倒入鸡油 没锅土豆 盖上铝箔 放入预热好的140度烤箱 油风两小时 出锅之后 调出土豆 应该可以很容易地用刀扎透 但是夹起来的时候不会断 这样的熟度就刚刚好 在煎锅中满放整齐 加一点机油 再补一些盐 中火煎 随时检查 现在的土豆很软 动作要尽量轻柔 一面焦脆之后再翻面 颜色满意就可以摆盘了 把月牙状的土豆按放手性排列 间距和角度调整均匀 我们的风车土豆就完成了 如果说逢年过节的菜 都要讲究一个寓意 这道菜就象征着 我们对于可再生能源 进一步推广的祈祷 终于到了烤鸡的时间 表皮已经完全干了 好的烤鸡最重要的特质有三点 我们的干式熟成方式保证了脆皮 鸡的选择与腌制保证了肉香 而多汁则比较困难 红肉本身的脂肪需要时间来融化 而白肉又不能过度烹饭 我经过多次实验 效果最好的是顺德冻起鸡的烤法 冻K在粤语中是竖着立着的意思 冻起烤鸡法 让下部的红肉先受热 而上部的白肉温度相对较低 四周受热均匀 有助于最终获得更为多汁的鸡胸 在家庭搞乡中也可以实现 洋葱去腥 然后插到钢管上 这是因为法国鸡在零售时就没有脖子 洋葱可以帮助固定 百里香塞到肚子中 然后把鸡穿到钢管上 鸡油和鸡汁都会落到底部 可以做成酱汁 也可以直接调味蘸鸡肉吃 再放一头大蒜 传统的烤法是刷糖水和脆皮水 我们还是刷一层澄清黄油 表面补一些盐 用铝箔给鸡戴个帽子 就可以进入烤箱了 先开下火半小时 再换成热风模式 烧烤半小时 大约一小时之后 我们的鸡就烤好了 休息半小时就可以吃了 直接手撕更过瘾 但为了节目效果 我还是来切分一下 按照鸡翅 鸡腿 鸡胸的顺序切分 就完成了 酱汁 土豆 黑松露 都可以随意搭配 只要是用正确的方式 充足的时间去腌制 风干 无论鸡肉的品种和烤法 都会极大的提升烤鸡的风味 今天的节目没有Cheers 就为下期的血腥马力做一个预告 相信科学 享受生活 咱们下期再见